妻子突然被丈夫拽下了船 他死死抓住丈夫的手 惊叫着让他拉自己上去 但丈夫稍作犹豫后 竟然狠心松开了手 直到妻子彻底被海水吞没 才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高声叫着救命 俨然是要上演一出相当版 消失的他 男人名叫剑生 他只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小职员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偏偏又是赌如命 技术和运气都很差 于是顺利地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钱 他找到当会计的妻子美凤 只是一丝糊涂 还了钱以后就金盆洗手再也不赌了 恋爱恼晚期的美凤相信了 他模仿老板的签名成功挪用了五十万公款 交给了剑生 还叮嘱他最晚十天一定要还回去 剑生满口答应 这笔钱大部分都被他拿来还债 只剩下六万块 他死心不改又上了赌桌 自信地想用这六万块一夜回本 却又输得差点光屁股回家 他知道自己捅了大篓子 神情恍惚地打开家门 才发现今天是儿子的生日宴 他已经迟到了 岳父气得不行张口就骂 他早就看这个窝囊的女婿不顺眼了 剑生心中也气 没胆子和岳父叫板 只能独自躲在卫生间 试图用冷水浇灭心中的怒火 美凤不放心地进去询问 才知道那五十万已经没了 美凤文言几近崩溃 要知道这是捅出去可是要蹲巴离子的 但是已至此 支票是他伪造的 根本无法洗脱嫌疑 两人彻底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五十万不是小数目 两个月薪三千的小职员根本还不上 亲戚借钱 但是亲戚又不傻 早就看出剑生这东西靠不住 帮他就是个无底洞 钱借出去九成九是要打水漂的 所以坚决不出一分钱 两人碰了一笔子灰 这让剑生气急败坏 在回去的车上还发着牢骚 说亲戚是狗眼看人低 等以后自己发达了有他后悔的 夫妻俩没借到钱 只能念了八基地坐上回国的船 美凤一觉睡醒却没看见剑生的身影 他在船上找了一圈 才看见坐在船尾借酒交仇的剑生 离坠海也就一步之遥 剑生没有胆子回国面对现实 想要一跃解千仇 美凤连忙冲上去拉他 结果一番纠缠推搭后 掉进海里的却是美凤 他死死抓住剑生的手 剑生耳朵里听见的是妻子的求救声 脑子里却浮现出那张支票的画面 象征性地纠结几秒后 他丧心病狂地松开了手 美凤就这样消失在了汪洋大海中 剑生独自一人回了国 然后把挪用公款的事 全部推到美凤头上 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 加上剑生的友谊引导 警察将美凤的死归为畏罪自杀 于是剑生得以无罪释放 甚至获得了美凤的巨额保险金 但岳父可没那么好骗 他一直就觉得剑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也不相信女儿会做出那样的事 他觉得美凤的死诀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绝望的老人含泪质问着剑生 对方却有恃无恐 还扬言要把他送去养老院自生自灭 美凤父亲说这房子是他的 剑生没有权利你这么做 但他没想到 美凤早就被剑生的花烟巧语哄骗 将房子过户给了这个坠绪 剑生本来就没什么良心 如今连人都杀了 忽然就误到了富贵险中求的道理 他当众实名举报直属领导中宝私囊 还真得到了董事长的赏识 自此以后剑生的事业如同开挂一样 不仅赚得盆满钵满 还步步高升 甚至董事长的千金也看上了他 眼看就要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但他想不到的是 美凤根本就没有死 夫妻俩一起去泰国旅行 回来的却只有丈夫 他让妻子坠海身亡 不仅获得了巨额保险金 还把挪用公款的罪名全部退给妻子 但他想不到的是 美凤福大命大没有死 而是被渔民救下 他在医院苏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想给儿子打电话 却发现因为溺水 他的生蛋受损已经说不了话了 接着他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 上面布满了猙獰的伤疤 美凤感到无比绝望 可是他连哭泣都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 在渔民的帮助下 美凤还是回到了香港 因为害怕吓到儿子 他严严实实地裹上头巾 站在自家窗户外 想见儿子一面 美凤不在 年幼的儿子就无人照顾 只能自己煮泡面吃 还不小心撒了一地 美凤担心儿子被烫伤 什么也顾不得了就想进去帮忙 结果就在门口 看到了让他心碎的画面 丈夫见身柔情蜜意地搂着董事长千金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家门 显然打算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美凤心乱如麻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纠占缺巢 儿子拒绝接受这个准后骂 见身竟然就打算动手教训 屋外的美凤看见后 连忙捡起石子 打碎玻璃吸引了见身的注意力 因为大雨瓢泼加上夜色一身 见身没有认出美凤 把他当成了疯子 美凤便借机出气 继续对着窗户砸石头 见身被打得头破血流 儿子看见后却很是心疼 于是他走到窗边 大骂美凤是个疯女人 不许他伤害自己的爸爸 这对美凤而言无异于诛心 但他却连为自己解释一句都做不到 见身报了警 很快警察就到了 美凤转身就跑 却又脚下一滑 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好在一路连滚带爬 总算是逃走了 家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处 美凤便想先去闺蜜珊珊家落脚 结果对方根本没认出他 把他当成要饭的疯子打了出去 幸好珊珊的哥哥 发现了美凤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凤字 他突然有了个疯狂的猜想 难道美凤还没死 珊珊恍然大悟 连忙追出门去 美凤含泪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还是有人记得他的 两人在雨幕中紧紧相拥 之后 珊珊告诉美凤 见身已经把他父亲送去了养老院 他跟随珊珊一起去探望 却害怕被父亲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只敢戴上墨镜果的严严实实 假装成陌生人偷听他们聊天 听着病他之上的父亲还在为他难过 美凤控制不住杉然泪下 他终于看清剑生的真面目 两人相识十多年 他为了剑生掏心掏肺 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美凤下定决心 要让那个无耻混蛋付出代价 女人被丈夫所害 这还毁了容 而闺蜜为了帮他整龙修复 竟然打算卖掉自家的房子凑钱 哥哥自然是不答应 甚至给了珊珊一耳光 他却一意孤行 因为多年来美凤一直都很照顾他 连工作都帮他找了 见珊珊坚持 也确实有情有义 哥哥便卖了自己的车凑够了钱 美凤终于能够接受手术 拆杀布当天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担心手术结果不如人意 好在美凤的脸完全恢复了 重新拥有了林青霞的盛世美颜 她的嗓子也一起治好了 现在美凤终于能不再遮遮掩掩 去养老院看完父亲 但是他们到了才发现 父亲先他们一步出去了 原来他接到美凤儿子打来的电话 见珊急着当董事长家的坠雪 不想管这个脱油瓶 打算送年幼的他去美国读书 美凤父亲当然不同意 便火机火燎赶去健身公司找他 甚至拿出了匕首 威胁他不准把孩子送走 见珊二话不说就报了警 一个法外狂徒报警倒是很勤快吗 见珊躲在警察身后 美凤父亲情绪失控步步紧低 结果警察后退时被凳子扳倒 不小心扣动了扳机 美凤父亲重担发出惨叫 接着还翻下了护栏 等到美凤赶到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已经撒手人寰 美凤健壮什么也顾不上 就要横穿马路追上去 他拼命在警车后面追赶 车里的健身也看见了他 这才知道美凤竟然还活着 他连忙捂住儿子的眼睛 知道大事不妙了 最终美凤还是被姗姗拦下 让他先回去从长记忆 美凤独自坐在卫生间烧纸 他的眼神空洞 复仇的日子他一天也等不了了 而健身害怕美凤说出真相 准备抓紧时间收拾东西 逃去阿梅利卡避难 就在他将要出门时 美凤却已经到了 健身慌的一批 打算再次用花言巧语 匡骗美凤 但今非昔比 美凤的恋爱脑早已萎缩坏死 直接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 健身想逃出门去 却被美凤摁在墙上连捅几刀 美凤歇斯底里的质问他 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下此狠手 事已至此 健身也破冠破摔 摊牌说什么喜欢不喜欢呢 我就是为了拿到保险金而已 美凤这才知道 这个男人对他根本没有一丝爱意 他万念俱灰 冲进厨房割断了煤气管 然后拿出打火机 想要和健身同归于尽 健身想跳窗逃跑 却发现窗户已经被牢牢锁死 于是他便又打起了感情牌 毕竟他们儿子还需要人照顾呢 健身想要借此让美凤心软 但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儿子放血回家 就在暗响门铃的瞬间 电火花引发了煤气暴战 健身当场去世 而美凤因为离厨房比较远 捡回了一条性命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七笑 下期视频再见